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平等心清静心是非常重要的 清静平等就是金刚不坏 什么呢就是 当然我不是讲金的 我是感觉啊 我自我感觉是人有清静心的时候 很多东西啊 他自然他不去染污里面 当然就是就像金刚不坏 这感觉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就是不被染污 然后呢就不会腐朽 所以一个人经营自己的时候呢 就是不能够让自己腐朽 就是让自己越来越好 越来越精神 那清静心和平等心就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怎么看清静平等的因果 就是君子坦荡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你懂因果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你有一个善因就有善果 对吧 所以想要好的结果当然要种善因 日子呢就是生活啥的吧 不要去多想 不被染污 清静平等是很重要的 永远要自己出发心的地方 就是不忘初心 你想想你是一个婴儿的时候 纯净纯善 想想就是 就算我们可以想就算你没有成人的时候 就比如说你还不知道在哪 但是你要知道地球还不到在哪的时候 有一个宇宙的本源 它还纯净纯善 对吧 加油